神韻藝術團目前已經離開臺灣 前往日本 然而臺灣觀眾的好評如潮 嘉義大學副校長愛群教授受訪時表示 捷問弘揚真善忍的精神理念 有善化人心 導正社會風氣的正面作用 第二次觀賞神韻晚會的嘉義大學副校長 生物積淀工程系教授愛群 推崇神韻能為人類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 真善忍這三個字 如果真的能夠落實在這社會上的話 我相信警察可以少很多了 中正大學氣管系教授黃德順 在神韻晚會中體悟人對生命的思考 神韻這個計畫就是神的韻味 神韻 從演出細膩處 體察人本應敬天眾德 千後代之的道理 兩位學者看見神韻善化人心 導正社會風氣的正面作用 青天野太電視 張又名陳英文 方亞賢 台灣嘉義採訪報導